遲帶到的七月首帳終於面世了 忙碌的六月是時候讓她過去了 好好正式迎接暑假 不管寫什麼主題 當然要畫個月份格 寫星期先 還有每月日期 最後當然要畫下公眾假期的日子 很重要的,不用上班 今個月就特別一點 月頭和月尾我都會離開香港 所以就用一張幼的MT來表示 記下這幾天 我不在香港要把工作安排給其他同事 最基本的東西準備好了 就開始寫回七月的標題了 七月份正正式式踏入夏天 所以今次我的設計都會用夏日的顏色 例如黃、橙、綠色 而構圖方面呢 可以告訴大家是沒有的 總之我想到什麼就畫什麼 我想畫一些植物之類的東西 橫線上面 不知道為什麼真的覺得很搭這些盆栽 那我就畫了一盆盆栽在這裡 而花瓶上面的顏色呢 我就盡量用一些色彩繽紛的顏色來襯托夏天 Summer來到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很想跟她說個Hello 就寫一句Hello Summer 寫完一句Summer 又覺得好像需要畫一些大葉的植物來襯托 那我就畫一塊樹葉 畫多幾塊再寫一句Quote 才是我的作風 上面和右邊的版面已經畫得很豐富 所以下面我就用一條MT去點綴一下 然後又是時候寫一下我的工作 好像每個月都逼大家看我寫我的工作 schedule 希望不會悶到你們 七月就是學期尾 除了我之外 我女兒都比較多特別的事做 所以就用螢光筆降低她 七月對於很多同學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例如DSE放榜 和小學生中學放榜 不知道在看影片的你們 又緊不緊張這個日子呢? 這個日子又關不關你們的事呢? 今個月特別事實太多了 一枝Mine Liner的顏色真的處理不到 要用另一種顏色 這樣就清晰了 當然我選Mine Liner的顏色的時候 都會配上版面 這個就是我今個月的手帳 毫無主題自由發揮 底下畫出來的 希望你們都喜歡 喜歡的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還有記得follow我instagram 昨天晚上